是,來到最後一節,我最心急的時候當然是要,有沒有一些答案,無論是我們讀書什麼都好,就不是考試一定的標準答案, 但譬如說我最好奇,請你來,Ray,在一些名琴,你自己的探索裡面,有沒有一些標準,是你認為是剛才所有東西都留的,都不可以算數的,真的有些東西可以被我們捉到的呢,即是無論是設計,怎樣都好,是秘密在哪裡呢,其實都有少少東西的 我想不要說標準,因為標準也是太現代的,就是想起八尺,方妙那些,即是如果你,或者反過來,譬如說,到底那些名詩,究竟他的秘密是什麼呢,為什麼他跟其他人不同呢,是不是想問這些 譬如說Stradivari,為什麼他是Stradivari,為什麼不是人人都是Stradivari呢,其他人就做不到 譬如說了很多,即是我們說了很多,即是木料,所謂Kirikala,有什麼真菌,諸如此類,全部都,即是我不敢說,他可能最後發現是一點影響都沒有,總之他就不是那麽厲害的影響 譬如說,他有影響,而每一次這個發現,他都大概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是壞的影響 譬如說,甚至有壞的影響 譬如說,那十年二十年都是跟著這些研究的方向,譬如說,油漆又說要用那些火山灰,有些又說那些木要low density 譬如說,大家都是那十年二十年的影響,有些人就傻間間照著這樣去做,你發覺那十年又沒有了 譬如說,即是跟錯了 譬如說,十年又十年,十年又十年,都依然是,即使今天都是99%的影響,他們都做一些琴,是像modern,就多過黃金時期幾百年前的一些名琴 譬如說,簡單來說,這些發言是失敗的 他們沒有更像演奏家最夢寐以求的樂器的聲音 在音樂廳上,演奏家夢寐以求的樂器就是這些六十七世紀的樂器 到今時今日都是,只有少量的演奏家,可能一個百分之一 可能他包吵頸,或者怎樣都好,他可能才用其他,可能是一個法國琴 或者有些人用modern的琴,但只是說服到一個百分之一的演奏家 大體上,大家都供應了這些琴就是最漂亮 至少在頂尖的演奏家心目中,他們最講求聲音的,最極致的,就是他們認為這些樂器 按照計,怎樣都有一些奧秘的,不說標準,有些奧秘就是 整天都做到靚琴的師傅,起碼再少的徒弟都傳授到,或者幾個都傳授到 那怎樣呢,無論你描繪一下那種感覺也好,純粹有些東西可以說得學切一點也好 即化學作用,怎樣去解釋出來 我這樣說,如果說Stradivari或者Granari的秘密,如果可以說很長很長 我可以說幾句,大概是為何他們的琴是漂亮的 就是他們選用了一個好的形狀 形狀影響聲音 這些形狀是高度的幾何化,全部在數學上面可以描繪出來 記住小提琴就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產物 他們很受文藝復興時期的精神所影響 影響是藝術、科學、數學、甚至宗教 大家是物不可分的 你以為它是藝術品,譬如你看Dar Vinci的畫 你看到它畫一個人,它並不是只是覺得漂亮那麼簡單 它可能有很多比例,甚至整個在圖案裡 或者跟數學那些都有關 對,不同的Ratio 我們今時今日就是藝術家 就是藝術家,科學家就是科學家 科學家就不懂藝術,不懂音樂 但當時記住,音樂也是科學來的 還有音樂那些Lock,為何會有12平均Lock 即是鋼琴會用的一些音階 這些是科學家定出來的 為何以前不是,但現在440Hz是A音 其實類似這樣,當時不是440 這些都是科學來的 即是定了音樂的聲頻 這些基本規律 而當時也是高度的數學化和科學化 這個形狀雖然大家都看到很漂亮 但它們有很多數學的設計在後面 我們不可能說得太仔細 因為形狀是影響聲音的 如果大家可能彈結他那些 可能會比較知道 例如Martin的Dreadlock 大的形狀可能就是 soul chord好些 低音豐滿些 那些slim一些 不同形狀的 例如Cut away 例如Taylor那些Cut away 那些聲音的高音會比較出 高音會比較尖 其實不同形狀影響聲音 這個不需要覺得太驚訝 而他們在短短一百年左右 他們幾乎撞到 或者有其他科學家的幫忙 他們就找了一個很理想的形狀出來 或者是Maker自己也有撞板 即是Stradurawi和Granawi 他們都有撞板的時候 他們自己也有做experiment 後來就做了一些 剛剛好 直到我們今時今日都覺得是很好的出來 第二的重要 令做到一個好琴就是弧度 弧度 弧度 因為它直的又有一個弧度 而每一個高度 它都有不同的 可能這裡 如果我們外行的 可能這裡比較凸 這裡沒有那麼凸 但其實弧度不斷地變化 而這個弧度可以說 就是小提琴音色的 一個很重要的DNA的部分 那這個是 譬如說你拜師學藝 就是它教你摸 還是怎樣 即是在軟件上 即是要感覺 大概慢慢感覺 又摸一摸 是不是這樣 你真的想我說 即是你大概 一個狼 或者一個方向都可以 我 我不說到那麼盡 這個是一個大秘密 是 這麼厲害 蚊精大秘密 那你將就一下 Arching Arching 是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人就以為 是 這裏凸 這裏沒有那麼凸 又或者是 好像你所說 摸下去 這裏就要 由這裏到這裏 又要Smooth 這裏又這樣 這裏要 這樣繞上來 有很多人就用了 很多不同的Maker 用了一身又一身 不同時代 他們就是靠 那種 所謂Feel 那個感覺 嗯 但是 都很明顯 都是沒有成功 這樣去 再rediscover 黃金時期 幾百年前的 琴的聲音 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 那些名琴的價錢 就會一直下跌 哦 太容易了 如果被人覺得 現在的琴是好過以前的 那價錢 就不會一直上升 他一直上升 就是一直都沒有人做得到 好像他那樣 才有人想要 都是要回那些 那 最大的分別 就是不只是 剛才我 其實都有一些提示 說了出來 就是 文藝復興時期的事情 它一定是 跟數學 跟科技 有高度關連 而小提琴的弧度 就是有一個數學的概念 在後面 這個是很precite的 我一開始也都 有少少懷疑 但是 後來經過很多很多的印證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信的 theory 因為它真的可以重組很多名琴的形狀出來 我甚至有一次試過 經過了弧度的角度的形狀 根據一個黃金時期的小提琴的弧度 經過了一些curve出來 我將它放回一隻 我素未謀面的1700年的Straduary 而那隻琴剛好是preserve得很好的 即是沒有太大變形 我的弧度的temper 即是一個帽子 一放下去 幾乎是99%吻合 是非常吻合 在各個位置 即是說 我是找回一個 到底它們最初 是根據什麼概念而有這個弧度 他們一定是想了一些東西 即是沒有理由 我就敢弧 這裏比較突出 如果是這樣的話 基本任何人都可以copy得到 但他們是follow了一些數學上的概念 一些公式 他就設計了出來 當時亦都是Modern Science 即是受Modern Science的文牙的影響 比如Galaleo這些 其實Galaleo有些數學概念 都有在小提琴上面 都可能用得著 有用過 反而Dar Vinci 有人說 小提琴是Dar Vinci發明的 這個我完全不同意 因為Dar Vinci很喜歡用黃金比例 而小提琴上面 他不是用黃金比例 但他有很多Ratio在上面 即是有些神秘的數字在上面 而這些數字就不是Dar Vinci愛用 那你帶了那一塊 那一塊又有什麼啟示 這個 是不是 這塊 你原初的畫稿 這塊沒有啟示 給大家看 噢 看看 即是認識一下 由小提琴就是一塊這樣的木屋 就將它切開兩邊 再拼起來 之後就變成這一個 噢 即是兩塊 就由它做出來 拼起來 中間有一個折縫 如果你細心看的話 噢 真是沒有留意 即是兩塊的 這樣拼出來 對 沒錯 然後就拼起來了 嘩 感覺是像一塊 即是就這樣 如果你不是那麼細細看的話 是 如果被你太 那個折縫很明顯的話 即是我要重做 是否兩塊 是容易整個弧道出來 還是它有什麼奧妙 即是為什麼 即是我隨便問 亂問 即是為什麼不可以一塊 這樣就可以 拼出來 是手工 有小部分是一塊的 都可以嗎 是一塊的 即是一塊有個問題 噢 即是一塊的 當時的意大利人 是有考慮到一個問題 是有組織的問題 是 德國人呢 這個 都可以說 可以 當是秘密 但是我沒有秘密 一個琴,一個木這樣,當它開了一半的時候 如果你好像一本書一樣打開,接著就折過去 那些木紋在底下看下去,一邊就是這樣的形狀 木紋一條條一條條,另一邊也是這樣的 即是如果是一個弧道的話,一邊的木紋就這樣支撐著弧道 另一邊就變成這樣,就變成不支撐 你想想像傘一樣,那些傘骨就這樣支撐著弧道 但如果傘骨一邊是這樣,另一邊傘骨是這樣 就很容易傘 而意大利人的組,德國人就隨便開了就拼過去 而當時幾百年前的意大利琴 幾乎我們都見到,他們是 如果在那個end grain上看過去,他們是V字 V-shape的,他就開了一個木之後 然後再扭轉一部分 即是把它翻過來,然後再接陷 變成它的end grain就是一個好像V字的部分 兩邊的gling也是這樣,那些木紋也是這樣 我想那時候已經考慮到怎樣好好地結構上支撐的弧道是最好的 反而底板有時是one piece比較多 可能是因為底板是蜂木的原因,是比較硬的木 就沒有這麼講究這個 譬如我剛剛帶了這塊,就是一百個 一百個 那些木紋也是這樣順著 那你有沒有試過連底板也試過這樣拼一下 有些分別嗎 大部分是拼的 哦,即是都有這樣 是的,沒錯 最早期最早期的,譬如Bardas Amati 在一五幾幾的那些琴 他們就甚至將兩片 將其中一塊都配合 很明顯最初他很早已經有 譬如Jill Lamu Amati這些人 他們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 但是過了一百年之後 可能些人覺得底板 都是最重要是好看為主 而且實際上影響不是很大 但緬板意大利人都是保持著這件事 都是繼續V-shape的Grain 因為底板是硬木 所以沒什麼大重要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 講了一個秘密 Stradivari的秘密 或者古琴的一個秘密 就是沒有非常 precise的手工 是 反而可能這個 雖然剛才說到什麼 有數學一樣那樣 但如果你真的計算得很準 零點幾幾的那些 就沒有這些 他們五差很大 是 五差很大 反而是科學家 有時候經常說 一千多年來研究每一 零點幾的那些 而失敗的原因就是 他們正正是很不講究 非常 precise 因為 零點幾的概念 零點幾的概念 那時候根本完全沒有 一毫米他們都沒有這個單位 就是比較大約的 對 沒錯 而他們也不需要 precise 是 達文西 不會說要完全對稱 一般 當時不講究 他們有個計劃 甚麼是 即是不要太過分 他們不是想過不過分 他們的計劃是 譬如,這裏是最厚,這裏是最厚,這裏是最厚的,這裏是薄一點 是一個重量,或者是一個重量的分佈 總之就是這裏要重一點,到頭來可能有一個平衡 而不是科學家就去量度每一個,exactly,零點幾,零點幾,3.25,3.27 我們是觸錯用神,可能有些人 而他們的名琴,幾乎你都會看到他們很不分佈 這邊是3.56,那邊可能是3.2,可能相差都幾遠,不一樣,也不對稱 但是你會看到他們的意圖是怎樣 現代人就經常都要 precise,以為越 precise 就會做回那樣東西 越好,一模一樣就可以這樣 我覺得是因為他有這樣的不 precise 令到那個震動變得有趣,變得 interesting 即是變化可能就在其中了 是的,沒錯,但科學家做出來的琴,很 precise,很 well designed 就是他會有某種,他不是不好,但他會有某種特別的聲音 即是我們說叫one way sound,一種聲音 是漂亮的聲音,但他不會變化 噢,就是我剛才好像說,啤出來的科技品 像iPhone那樣 因為他由頭到尾,他是目標為本 即是可能他是想某個frequency震動成怎樣 來設計出來,而到頭來他出來,他真的出了那個聲音出來 而音樂家就不是要一種聲音,他要很豐富,很多變化的聲音 噢 所以那些初學者,beginners,就可能喜歡這些一種聲音 他怎樣拉都是一種聲音,都是挺漂亮的 但演奏家他要求的,即是很明顯一種聲音是滿足不到的音樂家 因為他要很豐富,很多變化,表達不同的情感 嘩,即是幾種緣份,怎樣傳不傳授到 其實我覺得公式就沒有,但可能是司徒之間的那種思維 你能否明白到某些原理,或者體驗,其實都有些關係 即是整件事很藝術,不要以為我們平常說演奏,那個人就是藝術 其實造琴本身就是有些… 即是你說完全沒有那個基本框架也不是 但裏面是有些東西要感覺出來,直覺出來的 我想造琴師這個行業,你可以是一個完全的鬥木佬 即是木工,但如果是一個好的造琴師,他一定是涉及craftman 即是他需要鬥木,他需要化工的少許原理,他需要數學 未必是數學家,但他要明白小提琴上面的數學一些原理 即是溝通下去 他可能今時今日的可能需要少許考古 考古學家的,或者他要看得明白別人的考古的研究 即是因為我們在研究一些舊的東西,這些不是新創造出來的 而他需要,最重要是因為他涉及美的部分 因為小提琴是很漂亮的 我要看得出那種beauty 而創造出來的就是一個藝術 絕對是一個藝術 好,好像畫家一樣,雖然他畫畫可能很多人認為是藝術 但他在創作過程之中,他都是周身顏色 磨些顏色的時候,顏料的時候都是很粗重的功夫 他有涉及很多不同的功夫 可能又要懂些化學 怎樣混合顏色,才不會得到他心目中想要的顏色 但是到頭來他所追求的東西都是一個關於beauty,關於美的 而關於美的東西,我覺得就是藝術 即是會不會是… 譬如說你遇到那麼多頂尖的老師 諸如此類 有沒有說其實大家都有一種特色 即是不可能一把眼全部都學完 有些東西是否都可以容忍到某些差異的個性 譬如說師傅,你雖然是這裡的感覺 諸如此類 但我又可能有些執著或不同 即是有些空間 他都不會那麼死板 或者跟你咬得很厲害 都不會的 我不會咬 大家其實都明白 可能有些哲理上你只要明白一些原則 或者是的東西你就學了 其實其他一些變化你就… 問題是最重要… 甚至到我現在教其他學生 都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你永遠… 你都不… 你都是要be yourself 你學不到其他人 是 你學到我那一套 所以你好像 我學到我老師那一套 但是怎樣都會有我自己的獨特性在 我的老師亦都明白這個 令到我亦都很明白這件事 即是你不可以握殺別人那種獨特性 令他失去自己 總之一把眼睛就是這樣就為之好 反而是有自己是好的 即是你…阿馬提 意大利的做琴傳統 衍生了這麼大的Family tree 這麼大的家族出來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特色在這裡 但是你追溯回他們 都是追溯回阿馬提的傳統 有些基本相似的東西 是的 沒錯 在那個傳統裡面 分支發揮到很多 根據他們可能之後的發言 或者他們每一個個人的歌聲 每一個都可能獨當一面 有自己的特色 這個才是沒有緣的美 我們經常說是 什麼叫完美 我們是不追求完美 這個我們追求是沒有緣的美 一直有生命的 一直可以演變的 當時這個系統 他們最特別是 似乎是容許很多不同的分別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非常感謝Ray Lee 很客氣 提供了一些秘密 好像揭曉了一部分 有機會我們在小提琴 可能或者再探討 加上聽我遲些 會再約一些不同的人 各方面的主題 擴闊不同系列的對談 多謝各位收看 多謝你的邀請 謝謝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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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